大家好,现在是全世界的圣诞节的鲍克森Day 大家知道鲍克森Day是12月26号 就是购物的这一天 这一天所有的东西就是最少百至二十的打折 我来了加拿大温哥华将近二十年 平常也不录微信 也不甚至不参加采购大军鲍克森Day 这里面现在很嘈杂 我在一个华人居住地温哥华的一个劣质文区呢 给大家拍这个视频 给大家看一看 今天是人潮涌动啊 我在苹果店的门口一个咖啡店 刚才罩子说我买了双新鞋 一百美金吧 加币和美金有一段时间是一比一的了 这样大家比较好计算 免得换算加币和美金的和人民币的这个汇率啊 我都以美金卫单位来介绍北美的生活吧 我前面做了一个 他走了对不起啊 哎呀我把他我把他打断了 我那我坐他那个位置上 他走了真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我又来了 你可以坐下来 你可以坐下来 这个镜头怎么反呢 是不是要停下来才可以反过来啊 哎呀这要惨了 那就这样吧 这样照 好难受哎 哎呀还是照我的新买的鞋吧 啊刚才说到包克森队哈 啊十二月二十六号几天 我把这个镜头 不能老对着鞋呀是吧 对着人吧 看我架在这个鞋上哈 啊但是这个镜头的 我不知道 这样这样是不是会 会好一些 对不起啊 我我把他放好 再给大家叙述 OK了好了 就大家看得到人吧 来来来回回人哈 也就是说呢 我在这边是刚才说了 将近生活了二十年 去年离得婚 现在有时间拍视频 再加上刚才大家看到了 我一只手呢 做了个小手术在这边 免费的公费医疗吧 刚才讲的包克森队我 原来也不怎么加入 因为我怕人多 原来 刚才说了 因为去年离婚以后呢 63岁了 感觉她收到了重创啊 这个心灵受到了重创啊 刚刚算是当时离婚那个时候啊 有很多 很复杂的心情吧 那个 特别在经济上啊 受到了制约吧 现在基本上是也是净身出户了 呃 住的房子呢 虽然一百万美金 但是 离婚判给我 也或者说我净身出户的 结果呢 就是 二十万美金的养老的钱 自己养活自己了 够了啊 现在还有到六十五岁 可以拿退休工资了 这边是六十五岁 北美 哎呀对不起 这个小伙子是不是被我说话说走了 你别走 那个 嗯 嗯 好吧 他也听不懂 他可能觉得我是不是在拍他 其实我不是 刚才那个年龄大一点的 移民 大家看到了哈 肤色都不一样 这是一个移民国家 而且我说了 原来被评为世界上 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国家 五年前就不是了 五年前因为咱们 以华人为主的炒房团来了 把这房子现在达到了 一平方米吧 按我们中国的计算方法是 哦 一平方英尺是一千多美金 那么平均价格了 新房子啊 呃 旧房子便宜点 一平方米就是 10乘10 就是一万多美金 一平方米 相当于是七万人民币吧 对吧 这个大概算一下给大家哈 呃 主要是今天这个视频呢 也是通过我们 汤姆老弟帮我发在油管上 YouTube 呃 呃 大家可能能 看到人走吧 应该能看得到 因为刚才说了 我的手不方便 所以 再加上 大家也比较忌讳 呃 所以呢 我就 这么大概 哦 对不起 对不起哈 呃 我这个摄影技术本来就不行 再加上 呃 手臂 刚才说一个不能动 现在养伤期限 呃 还是谢谢汤姆老弟 帮我 发这个视频啊 给大家介绍一下 温哥华的 华人生活 呃 再一个就是帮我找对象 呃 刚才说了 六十三岁男 加急 呃 生活了二十年了 呃 希望对方呢 也能养活自己 呃 可能一抬到这种 A制的婚姻吧 咱们华人很反感啊 呃 不要紧的 你不喜欢你就 不要理我算了 好吧 呃 大概就是这个情况 呃 微信号 TJ王 2003 TJ W ANG 2003 呃 有喜欢 呃 跟我相亲交友的啊 呃 刚才说了 A制了 那个 就加我微信 好吗 TJ W W ANG 2003 谢谢大家观赏 包克森 对太操杂 呃 可能这个 汤姆老弟帮我 纠正了很长时间 我这个话筒啊 呃 今天换了一个 这个老的iPhone 线 可能是效果好一些 新的iPhone线 反而 这个 对这个叫什么 自己讲述的这个语音呢 呃 控制的不好 这个可能好一些 我我看看 如果好的话 请汤姆老弟 再麻烦帮我发一发啊 谢谢 哎呀 这个 这个 是到 路上